好戏之岁月 评说趁年华 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戏曲青年说 我是读戏人赵娟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日举戈壁母亲 我们今天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品戏人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陈培勇老师 欢迎您 一位是说戏人张培佩 张培佩也是戈壁母亲的主演 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 张培佩和戈壁母亲的故事 红流啊红流 你不寂寞吗 天苍苍地茫茫 孤独走天涯 红流啊红流 你会流泪吗 寒冬风凌冽 枯树烈日渣 打一声 我看不许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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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刚才为大家唱的是 《玉剧戈壁母亲》里的唱段 欲据戈壁母亲讲述的是 一位中原妇女 邪儿带女万里寻夫 来到边疆扎根兵团的故事 我在剧中饰演的就是 这位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柳月记 团里为了培养我们青年演员 就把这次机会给了我们 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的内心非常忐忑 这对于我来说 是个极大的挑战 当时团里的老师和导演就告诉我 演好这部剧 就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和人物原型背后的故事 在那段时间里 我找了很多有关这部剧的相关资料 多次观看同名电视剧《戈壁母亲》 在唱牌期间 我们还到了冰团农妻师126团 戈壁母亲的原型地 进行畏畏演出体验生活 团里还请来了当年的老军墾 来看戏给我们提意见 听他们讲述当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我仿佛回到了冰团创业初期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剧中有一场是柳月季送儿子离开的一场戏 一开始我觉得新疆地域那么辽阔 边防站又在几百公里之外 送儿子去那么遥远的地方 作为母亲肯定不舍 我很难体会到这个人物的心情和所处的环境 当时有一位军肯奶奶告诉我 那个年代送儿子当兵是很骄傲 很自豪的 原来这位军肯奶奶的儿子 就是一名边防战士 看到他脸上追忆当时骄傲的神情时 突然间我明白了 儿子要走了 母亲只是哭的话 那就不是这个人物 不是柳月季了 他表现出来的绝对不是单纯的不舍 他的内心可以流泪 脸上是自豪的 这才是戈壁母亲朴实 隐忍 声名大义的样子 从那以后我就暗暗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一定要深入这个角色的内心 把这个人物创造好 戈壁母亲剧本成立之后 我们整整改了七次 演出了三百多场 每次演出 我们的团长就会坐在侧幕条 把今天的部族记下来 下来告诉我们 他作为观众看出这一点不舒服 帮助我们去调整 让我自己去体会 一切都是为了讲好这个感人的故事 给兵团老君肯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部剧经历了多次的打磨 我们终于立体地将它搬上了舞台 再次到了冰团农骑士126团 戈壁母亲的原形地汇报演出 演出结束之后 有一位老奶奶让她的女儿去后台找我 说一定要见见演员 当我走到老奶奶的跟前时 她扎着我的手说 听说今天的节目是反映当年老君肯的 我特意让女儿推我来看戏 感谢党和国家还记着我们 老奶奶浑浊的眼中充满泪光 我瞬间被她感化了 能被她们认可 这比干什么都有意义 有价值 是她们几十年如一日 坚守在这片土地 见证了荒漠变良田 戈壁换新岩的沧桑巨变 不管是戈壁母亲还是大模胡扬 这样的均肯题材剧目 在创作过程中 也让我深刻认识到兵团人 那种骨子里开拓牺牲的勇气 为国家奉献的决心 这也让我更加坚定地 留在新疆扎根兵团 作为一名戏曲演员 能用作品讲好兵团故事 传播兵团精神 去到天山南北 播撒戏曲的种子 这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吧 玉剧在新疆很火的 不管是维吾尔族 还是留在新疆的老兵团人 他们都很喜欢玉剧 尤其是我们到基层演出的时候 演出结束后就有人找我 说要学上一段玉剧 还别说他们的河南话 说得也很地道 我们在南疆五十三团开展戏曲 禁销园中把玉剧里最经典的唱段 交给那些少数民族小朋友们 我们唱一句 他们跟着学一句 而且他们唱得有模有样 中华戏曲博大精深 它不仅仅是一个曲 是一个调 它是中华民族的种子 我想通过我的努力 把这把种子撒向更远 更广阔的地方 我是玉剧演员张裴佩 谢谢大家 谢谢裴佩精彩的演讲 特别能打动人 向您致敬 向戈壁母亲致敬 裴佩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玉剧团的年轻演员 也是戈壁母亲的主演 那么这出戏呢 经过全团的通力打造 力求完美 的确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佩佩也是因此 获得了新疆玉剧的 首枚玉花奖是吧 对 在2019年 获得了第29届中国戏剧玉花奖 在2020年获得了 30届上海白玉兰主角奖 和新人配角奖 我们都知道 你16岁就来到了兵团玉剧团 那么小 你怎么舍得离开家乡 到新疆去唱戏呢 当时在我上学的时候 我不知道新疆还会有玉剧团 我以为玉剧只会在河南 才会有玉剧 对 我毕业那一年 当时就是兵团玉剧团 有两个老师去我们那招生 他一说新疆有玉剧 当时我听到还挺惊讶的 新疆怎么会有玉剧呢 然后他们就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兵团玉剧团 我当时也是怀着对新疆的憧憬 所以就来到了兵团玉剧团 其实兵团玉剧团 它成立于1956年 就在我们的河南洛阳白马寺 当时它叫同声玉剧团 大部分演员都是烈士留下的孩子 最小的只有六岁 1959年集体直编新疆 来到了兵团 那到现在 我算是我们团的第三代了 我们团大多都是河南人 有山东 有河南的 然后我们在单位说话 在我们那说话 全是河南话 包括我们去到基层 到团场演出 然后就觉得在河南差不多 然后到那些老百姓们 说的大部分也是河南话 就觉得没有距离感 一下子把我们这个距离 就拉近了 就很亲切 所以就留到那了 因为有很多同行的同行 同学 老乡觉得乡音还在 那我们的家乡就还在 对 是的 只是一个空间距离 但是心里面的家乡还在 玉剧是河南的剧种 原来叫河南帮子 也是地方剧种 比较大的一个剧种 观众很多 而且其实玉剧的流传 是很广的 全国各地都有玉剧团 我是山东人 我也是听玉剧长大的 在我们那个地方 我一直以为玉剧 就是我们中国唯一的戏剧 是很小的时候 到后面才知道 咱们有这么多的剧种 因为那个玉剧 那时候听的是最亲切的 好像就是有那个没有距离感 对 大街小巷全是 小孩都会唱 一到过年过春节的时候 那个电视台基本上都是玉剧 比如说 刘大哥讲话 离开篇 谁说女子 向清线 男子打掌 道边管 女子放置 在家园 白天马来耕地 夜晚来方面 不分周夜 那心情把火干 江师们才能有着吃个船 你要是不小心啊 请往那身上看 咱们的一鹤娃 还有一鹤山 前真完先 可都是他们人啊 花木兰深入人心 花木兰是一个女军人的形象 而戈壁母亲 她也体现了这种 巾帼英雄 不让须眉的这种精神 玉剧其实流传到各个地方的时候 会与当地的题材 和艺术特点相结合 创作出很多作品 陪佩在新疆 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情况 最近我们这几年 创作的大多都是军肯题材 有戈壁母亲大魔忽阳 还有天山人家天雪 在选题和音乐 就是舞美各个方面 尤其是在音乐和舞蹈这一方面 就融入了很多新疆本地的这些元素 我们申报了那个飞椅 现在我们传承推广的是新疆玉剧 新疆玉剧 对 新疆玉剧有什么特点吗 融入了新疆当地的 新疆玉剧和河南玉剧 应该从唱的形式上是没有什么区别 主要是有新疆的特色 舞蹈什么场面 我们加入了新疆舞 包括音乐 是新疆的那种民乐融入进去 也就是说新疆玉剧 它的呈现形式是有它自己的特色 对 有它自己的特色 它的那个故事的内容 也有它自己的特色 这也是玉剧非常强的一个特点 它的包容性非常强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下 剧中的精彩片段 重世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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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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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里没卷 嘴里没卷 心里大树 八儿说 八儿说 哀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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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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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 还我 不不大 你 死心 心中啊 苗不负 苗不负大可惜 比我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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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条命啊 恭贺思肯定分不乱 思诗诗笑诗头 我家是大厦 都是东而是大厦 都是大厦 是大厦的大厦 两心不痛才喜好才喜好 特别精彩 感觉盼着两人 陪陪坐在这儿 一个妙龄少女一样 然后再一看屏幕 就是变一个特别稳重的 大清衣 一个中年女性的形象 所以我就看到 艺术的这种张力 看到演员的这种素质 预举她的特点 确实是以情代声 她这种积月 这种高亢 这种激昂的这种感觉 看到陪陪对这种声枪的把握 她这种演员的素质 就体现出来了 她这种以情代声 就是她的嗓子很好 但是她不去炫耀自己的嗓子 她要突出的是情感 生情并茂 才能够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 那么我们也知道 陪陪其实很年轻 二十多岁就塑造了戈壁母亲 但是聚中人 其实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一个母亲 四十多岁的母亲 对啊 四十多岁的母亲 相差这么大 那么您有没有体验过这种 中年妇女的这种历程啊 这种心境 您是怎么能够塑造得这么完美呢 也没有 就是我当时我塑造这个角色 我觉得也是我找不到的 我是内心是空的 然后我之前是演过 也这个君肯题材的剧母 也演过几个 但是我没有塑造过母亲这种形象 不管是在声枪上还是在表演上 尤其是在人物内心的把握上 这对我来说都是个考验吧 当时排戏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困难 然后就导演 包括我们团里的老师就提示我 说是你要塑造这个母亲的形象 这个心理把握上你要把握准 所以在这个排练期间 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包括我们团里的老师 就是我的不足的地方 她们在我排练期间 她们都会给我记下来 以前就是那种表演 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 她们说你这不是母亲 然后你母亲又敢吻下来 沉下来 我觉得她们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这才让我慢慢成长起来 隔壁母亲本身是一个平凡的母亲 是一个平凡的角色 但在特定的那个年代 她经历的那个苦痛 我觉得还是我们今天 是不能够理解的 佩佩在她的演讲中 她拿着一个红柳 红柳 红柳 红柳这个植物 它是既平凡又不平凡 她最重要的特点 她就是她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她一开始在做演讲的时候 都讲到了 她其实带着一个自己的儿子 还有一个领养的一个 一个奖来的女儿 奖来的一个女儿 还有一头小毛驴 小毛驴 然后到了这个新疆 她第一代囤肯戍边的人 然后在这个里面 你看她把自己的儿子送走 还有包括她那条小毛驴 她的一个精神依托 所以她这一个一个的过程 都在强调这个母亲 母亲的伟大 面对这个人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困境 一个困难点的时候 她做出的不断的这个 让自己坚强起来 让自己的内心坚强起来 所以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是很感人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会经历这样的困难点 就困境啊 就面对着一个抉择和选择 而这个母亲她没有被这一种 外来的一种挫折给压垮 她反倒是让自己越来越坚强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母亲的伟大 就是通过这些看似 并没有那么革命烈士的这种鲜血 那种惊圈动地 但是她确实能够 直击到我们的内心之中 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一段 我看还是很有感触的 戈壁母亲像柳月记 不是这一个母亲 她代表了千千万万个 戈壁奉献的女性 所以戈壁母亲 是一个群体的一个精神 正是因为有这样多的 戈壁母亲的奉献 才给我们带来了大美的新疆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玉剧戈壁母亲的精彩片段 大家看来欣赏 看雪儿带 好孩子也生儿 爱 为养心愧见 心愧见 也自好安身上 君人的血脉穿 好孩子 为我见诸武艺 也有爱呀 你 是救命 是救命 爱 儿相当相袖 儿相当英雄 梅夏初 如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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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要为你笑 兵灌澳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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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你又咱咱咱 小鱼圆满谷地坛 我们借着地 借行参道向前 参道向前 一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虚柔 组成我们心的长城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到这么多戈壁母亲 在边疆历经风霜奉献青春 母亲代表着孕育 代表着生产 代表着生命 代表着希望 那么陈老师 像柳月记这样一个平凡的女性 平凡的母亲 为什么有小说呀 电视剧呀 包括我们的玉剧呀 都要把她们当作主人公来创作呢 这么多的题材的影视作品啊 包括咱们的玉剧啊 来围绕隔壁母亲 做一个主人公去演 肯定还是这个故事能够启发我们的共鸣 就是一个平凡人成就了一番传奇 这样的故事其实很能够知己我们的心灵的 尤其在这个母亲身上 她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隐忍 坚强 包括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气质 我觉得是今天很多母亲还都是具有的 就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再遭遇她所遭遇的那个时代的这种 那么艰苦 那么艰苦的环境 那么艰苦的这个人生的这种挫折困境 但是这种精神我们还是需要传承的 拓荒者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隔壁母亲身上其实体现的是这种开拓创新的精神 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把它当成主人公 塑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裴裴刚才在演讲中也说到 您在创作这个戈壁母亲人物形象的时候 也去采访了很多老均墾人 对 是的 那么也听到了他们讲当时的一些故事 有没有听过当地人跟你讲 新疆这么多年代的变化 当时我们就到了红星二场 有一位均墾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 就关于小猫驴儿的小故事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非常艰苦 他们家就养了一头小猫驴儿 把他小猫驴儿每次都放到红砖厂 去帮助他们拉砖是这样 有一天这小猫驴儿它死掉了 小猫驴儿肚子里面厚厚的一层红砖粉 肚子里面红砖粉 对 他的身体里面厚厚的一层红砖粉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防护措施 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就特别感动 就是在这么艰苦他们在那种环境下 为兵团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我们的新疆现在荒漠变绿洲 他们做到了很大的贡献 新疆现在特别美 在各民族人民的努力下 把绿洲变成了凉田 在戈壁滩上建起了花园 新疆的山也美 草原也美 尤其是维吾尔族姑娘 还有享不尽的美食 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到新疆做客去旅游 所以正像建设兵团的精神那样 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艰苦创业 开拓进去 正是有这样兵团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他们一代一代地奉献自己的青春 陈老师 像戈壁母亲这样的精神 它是有时代特征的吗 我们在新的时代 还需要戈壁母亲这样的精神吗 其实精神它是可以穿透时代的 就是说戈壁母亲身上所体现的 这种开拓创新的精神 这种拓荒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时代还是非常需要的 可能今天我们没有在像以前 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疆的 这一个千年荒原 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可能是 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开拓 包括我们还有太空 还有海洋 还有整个世界的那些大的 那个脚脚落落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新时代的这个土荒人 对这个国家和民族而言 它也一定会大大幅地推进它的进步和发展 在这部戏的结尾的部分 这个戈壁母亲和她的儿媳妇 他们两个站在这个国旗下 我觉得它也是一种隐喻 它其实表示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 将会继续地顽强拼搏 为这个国家而奋斗 为创造新的辉煌而奋斗 只要具有了这种开拓精神 相信一切的荒漠和戈壁都能成为绿洲 那么兵团的精神是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艰苦创业 开拓进去 正是有这样的精神支撑着 一代又一代的拓荒人和兵团人 能够奉献他们的青春 奉献他们的精神 这是我们值得弘扬和学习的 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 接下来有请陈老师 为我们总结本期的品读名言 有请 有请陈老师为我们提炼 本期的品读名言 好 本期的品读名言是 勇于做新时代的拓荒人 好 谢谢陈老师 我们就把这句话 收录到本期的品读名言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输入 转发输入 进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